观光设施的改善 他三知识可供错 瑞翠乡温泉公园猪汤泉池 在观光局滑动重管处 重新整顿优化后 预计将会在7月中旬 重新的对位开放 而为了因应后续围管等问题 乡长吴万德士亲子率队 远赴宜兰郊西乡 就郊西乡温泉公园 泡脚池的运作管理 向郊西乡公所交流情谊 作为未来瑞翔温泉煮汤泉池的围管 参考一句 远赴宜兰郊西乡交流 请义的乡长吴万德 以及参访团一行人 专注聆听在地解说员 导览解说郊西乡 汤尾沟温泉公园 发展原油及围管现况 为即将开幕的 瑞翔温泉公园泡脚池借进 去年的河水艇 他们就是营长帅的域长 还有很多的干部 就是过来这些参访交易项 所以都会互相交流 其实就是 大家去交流说 怎么让整个温泉产业更好 因为基本上日本跟我们一样 都是以温泉产业为总线 2022年 取得温泉取公事业水泉的瑞泽香公所 即刻投入开挖找温泉井的工程 同年11月 开挖到地底250公尺深处 成功挖到平均高达47度的温泉水 接着观光局花东重管处 赤资2000多万元 同步展开瑞翔温泉公园的整顿工程 在历经一年多的时间 终于计划在今年7月中旬重新开幕 上任快半年的乡长吴万德 为了因应后续温泉公园 租倉泉池的围管 以及营运问题 28号秦子率队远赴宜兰郊西乡 向郊西乡公所交流情谊 我们办温泉季的时候 连续三天的活动 有采接 马拉松 骑水礼 骑水礼呢 其实这三个活动 都是在郊西乡每一年 都很大型的活动 那我们在采接的时候 有三十几个队伍 像这样子采接 中山路采到那边 那是很大的活动 踏山之石可攻措 瑞磯乡公所在文化参访行程中 特别造访宜兰郊西乡 旧温泉公园 竹汤泉池现场请益 乡长吴万德 除了万分感谢 郊西乡不偿私大方分享 温泉公园 泡脚池发展 及精英管辩博 也将作为未来 瑞翔温泉公园 竹汤泉池围管 与发展的参考依据 记者综合报导 最后